大家好 我是马洪满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在B站的行为经济学的课程 今天这堂课是我们第二模块的第二节课 关注的是我们行为当中的偏差 我们今天要讲的偏差叫做代表性偏差 这个词也是来自于行为经济学的大咖 奠基者就是丹尼尔·坎尼曼 这名字大家透过我们节目的讲解可能已经越来越熟悉了 那丹尼尔·坎尼曼他所讲的代表性偏差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比如我眼前有一个词我需要去分析它 那这词物你可以把它切分成很多块 它有很多的属性对吧 有A属性 B属性 C属性 D属性 然后你习惯性的选择其中一个最鲜明的最简单的一个属性 然后怎么样呢就做出一个结论 这是所谓代表性偏差这样的概念 那如果你理解起来比较费劲的话 您可以理解为我们经常说的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线性思维 什么叫线性思维呢 我看见A就想到后面一定是B 看到B我马上想到就是C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线性思维的一个逻辑 那线性思维也可以理解为是这所谓代表性偏差的一个基本概念 我待会给您举具体例子 首先一个具体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来自于丹尼尔·坎尼曼在他自己的书 思考快与慢 这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一翻啊 里面举的一个实例 我这里呢来念给您 原话这么说的 他说汤姆同学啊 就是一个大学生 他呢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 然后书当中呢围绕这个汤姆同学的这个行为特征呢 给了一段描述 很长啊 您认真听啊 说他虽然缺乏创造力 但是有高智商 他需要有序整洁的生活环境 他自己潦草马虎 有很强的控制欲 他看起来缺少同情心 不喜欢和别人互动 他呢尽管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呢 他又怎么样 又有很强的道德观 就这一段话啊 听起来有点这个比较复杂跟晦涩 接下来问您问题什么呢 原书当中这样想 就是您认为汤姆 他在普林斯顿里面 到底学习的是什么专业 A专业 法律 B专业 医学 C专业是商科 D专业是艺术 这个大家可以把您猜到的答案 可以打到我们弹幕上 刚才提到很多点 如果你没听清楚 可以翻过去听一下 您现在选择答案是几呢 我当然在录制的时候看不到的 但是我想呢 这个绝大多数朋友都会答错的 原因很简单 然后从他的性格当中呢 你可以推演出很多属于汤姆的这些性格 比如说他有很强的道德观 那你可以猜猜他什么 学法律的 对吧 他有有序整洁的生活环境 那你可能觉得他是什么呀 学医学的 对吧 那其中的最后一个答案是艺术 那我猜呢 可能大多数朋友都不会选艺术 那这个答案会什么呢 其实你很清楚 就是我们行为进学做的测试呢 一般都是给您挖坑的 希望您能够掉进去 那我想如果您掉进去属于正常 否则我们这坑呢就没挖好 答案呢就是 偏偏 Tom就是学艺术的 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 你仔细去查一下 普林森的大学 在美国当时非常非常牛的 常诚腾大学 但是这个大学呢 特别强调就是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 就强调这人从进来之后呢 要学综合性的各科目的内容 所以呢 他们特别不愿意去搞这种 这个所谓小儿精的 这种学院的教学 所以在普林森大学呢 根本就没有商学院 没有法学院 没有医学院 所以如果你知道一个基本常识的话 你就说普林森大学是没有这些学院的 那他选谁呢 排出法就选艺术 所以汤姆我给你挖这坑呢 就是讲他这一系列描述呢 都是为了带偏你 但实际上普林森大学呢 根本就没有这些学院 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艺术 那由此你可能会想 这个问题好像真的是挖了一个坑 为什么呢 如果我直接问你 我这个身边有位朋友家的孩子 考上普林森大学了 他在普林森大学 请问你猜他是学什么科的呢 那当然你可能猜的 大家还是错的 但是你最起码思维方式是对的 就是您邻居家的孩子去普林森顿去学了 他学什么科呢 基本我就想 比如说法学院 医学院 商学院 还有艺术学院 对吧 那这四个学院 我基本的思路就是 哪个学院 在中国招生的人数是最多的 那我理论来讲 我就认为他大概率应该是学什么 对吧 这其实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之后 根据大的一个比率得出来一个结论 它是合适的 那让这结论再去推论 你再去想 我就需要研究一下 去查一下 普林森顿大学在中国招生 到底法学院多 还是商学院多 还是医学院多 你一查就会发现 怎么样 他压根没有法学 没有医学 对吧 那也没有商学院 所以最终呢 就是艺术 所以这个逻辑反而是对的 就是我不给你那么多限定之后 反而您会容易找到一个正确的思考方法 那反而给了您这些信息之后呢 你就容易从这些信息当中挑一个 您最敏感的信息 比如整洁啊 道德观啊 等等 然后叭唧就把它给带进去了 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整体的这个代表性偏差的一个概念 代表性偏差在我们生活当中 你想就会很多 比如说 您身边某邻居啊 这个下海了 创业做的公司 发财了 那很多人就会 有点这纷纷不平 说他怎么能赚钱呢 那一定是赶上了 对吧 这狗屎玉命好 但你想想看 这个同时间去做公司 然后能赚钱的人 不多 亏钱的人多 管理一家公司的经营复杂程度 经营管理的复杂程度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您就首先想这人就不行 所以他能发财一定是赶上了 再比如说生活当中更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这叫什么地域特征 容易给人戴帽子 有的帽子是好的 比如说这东北人 那这哥们一定能喝酒 东北人他一定能讲段子 东北人一定能滑雪 有些是这个地域骑士的 比如说蒙蒙省的人 他一定是小偷等等 他这一定是骗子 等等 对吧 有吗 肯定是有的 对吧 然后他内蒙来的 他一定会骑马 对吧 好多说 很多内蒙同学说 不好意思 我是来自内蒙 但我不会骑马 那为什么呢 这种偏差 就是我们叫做代表性偏差 由于你获取了一个 对你来说 比较简单的一个信号 你就很容易把这个信号 当成一个怎么样 有效的信息 然后由此做出一个推演 就是我们讲的线性思维 看到A 马上就会想到B 对 那这是所谓 第一部分跟你讲的 代表性偏差的一个 基本的概念 再来要认真深究一下 说人为什么会有 代表性偏差 这样一个状况呢 就是讲到这 你可能会发现 我们行为经济学当中 所发现的这些偏差 很多的都跟人 作为原始生物的时候 那时候资源匮乏 是有关联的 资源匮乏导致结果 就是我必须得果腹 先解决我的基本生理问题 生存的问题 然后我才能够 才做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没有太多的能量 能力去做思考 这是我们很多偏差 产生的根源 那代表性偏差也如此 我为什么看到 A我马上就会想到B呢 因为大概率它是对的 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 虽然我们认为 代表性偏差是一种偏差 但代表性偏差 在我们生活当中 绝大多数领域当中 您的判断都是对的 比如说 每天太阳都会升起 对吧 那虽然今天太阳下去 但明天还会升起 还是简单 就我认为它是一个规律 它是一个逻辑 对不对 那再比如说 我吃饱了就不饿了 饿了我就得吃 那是不是也是一个 简单的线性推演的 一个状况跟逻辑呢 也很对 对不对 一斤苹果卖5块钱 我买三斤多少钱呢 15块钱 如果跟他关系好 可能能够优惠点 关系不好的就是15块钱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代表性偏差 所做的这种简单的推演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它是对的 然后呢 犹豫它是对的 很多情况都是对的 然后呢 你如果再去犯时间去思考 他卖过一斤苹果是5块钱 那我到底买这个三斤苹果 会不会不是5块钱一斤呢 会不会能够便宜点 或者比较贵点 您这一耗费脑子就不对了 对吧 所以代表性偏差 在我们生活当中 会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 简单思维就是对的 这是一个重要点 第二重要原因就是 我们要给您带两个统计学的概念 就是小数定律和大数定律 这个是在我们行为技术当中 经常会研究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比如扔硬币 扔很多次 上半次以后 你一定会发现 正面和反面的怎么样 次数会越来越相近 对吧 越来越接近50%对50% 可能49%对51% 一定是越来越接近的 但是 如果数量要一定足够多的时候 你才能够把这规律看出来 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做的抉择 它不会那么多的数量 对吧 那你如果数量比较少的时候 它就会是 这个小概率的事也就会发生 小概率是发生的 很多时候 你就会想 上一次发生的这样 那下一次可能就会 一样或者不一样 这都是一个代表性偏差 比如我在赌场当中 连续几次出现了正面朝上 那下一次呢 该这个反面朝上了 那怎么样 这其实也是一种代表性偏差 因为你看到之前三次 五次六次都是正面朝上了 那下一次你就觉得 负面朝上的概率 反面朝上的概率会提高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代表性偏差 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怎么样 大数定律的核查 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这个精力去做 干脆的我们就去做这个 简单的一个推演 所以所谓的代表性偏差 就是没有做这种认真的思考 就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 最能够打动我的 那一个点立马得出一个结论 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代表性偏差 好吧 讲到这就把代表性偏差的这个概念 还有我们 它的产生的原因给你讲清楚了 那今天讲第三部分就是 因为我们的课呢 不只是讲这个经济现象 更多的还要围绕投资 特别投资的干货来带给你一些分享 所以接下来给你讲的就是 代表性偏差给我们的投资行为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比较典型的 就是大家选择基金的时候 会有所谓的明星基金的追求的障碍证 这话有点绕啊 但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身边如果有银行的理财经理 你一定有经验 很多银行理财经理的都会给你推荐基金 推荐基金的前面有一大堆的信息 基金公司是谁 基金经理是谁 然后他的这个从业经历如何啊 然后他的这个业绩如何 他一定会把这一堆就固定的那个宣传资料 发给你 发到你短信上或者微信上 然后他下面一定要加一句话 这句话一定不是那个简单的 就是公告里面摘出来的 一定是他手写上的 怎么手写呢 就是这位基金经理去年业绩 在同类型基金当中排名 比如说前一前五前十 一定是非常非常靠前的 这个信息一定是他单独要发给你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 实际上我们前面那些信息啊 就是基金的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这债券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偏股型基金 甚至报复基金 对吧 各种各样的基金 各不就搞明白 甚至也没有能力去搞明白 但是呢 那段必须得发 对吧 是公司的基本信息 那打斗你的呢 其实就是最后那一句话 就是他去年业绩排名 非常靠前 特别特别牛 这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这个银行的销售经理 懂得了代表性偏差之后 知道你感兴趣的就是 我要买一个能赚钱的基金 这是你的目标 但是其实你没有能力去判断 什么基金能赚钱 由此呢 就想过去能力好的 就一定能够赚钱 所以呢 你就马上就去买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信息 强化的给到你 让你怎么样 就会动心 你就会成为他的怎么样 这个基金销售的一个对象 当然了 最终结果呢 就大家就知道 过去这些年当中 这个基金经理 业绩好的时候 被称为某总 某经理 业绩差的时候 被称为某狗 很不礼貌 但中间呢 就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业绩好的时候 我介入了 业绩好之后 介入之后呢 反而怎么样 它陷入到代表性偏差 到下一年的时候 业绩反而变差 这是我们非常经典的 在投资当中 会遇到的这个偏差 由此我也告诉您个秘密 就是 不只是银行的销售人员 其银行业的工作人员 也深谙辞到 由此他们专门玩一些 这个技巧和方式 来把您这个心理 玩得透透的 比如说 某家基金公司 当然是相对比较大的基金公司 它会把所有的行业跟领域 都安排基金去做配置 怎么配置吧 就到这个细分的行业 然后呢 就是买 这个市值排名 靠前一家公司 做一个组合 这个基金呢 可能当年业绩不赚钱 没关系 那我就养着 你要知道 所有的行业 我都做了配置之后 那我并不知道来年整个行业 或者整个市场的风格是在哪 但是你要知道 不管哪个风格能涨 我必有一款基金 适合这风格 所以您懂了吧 那我把所有的行业都布局好之后 不管那年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我一定会基金业绩特别特别好 当这个基金业绩特别好的时候 我就把它拎出来 重点的拿它去打广告 告诉你看我们基金公司多牛 我们这基金对吧 去年整整赚了一倍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真的不是他基金公司牛 也不是基金经理牛 实际上呢 实际上是就是按照这种 全面布局的方式 一定会有一个基金产品牛 他就等着这产品牛之后 把这个代表性偏差带给您 让你相信他去年牛 今年也一定牛 明年也一定牛 然后呢 你就赶紧来买吧 所以利用代表性偏差的 其实背后呢 有很多的这个技巧 销售技巧在投资当中 当然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呢 就可能会是一个风险 这是第一类投资当中的 这个偏差问题 安利 第二种跟代表性偏差 有关系的解释的问题 就可以解释散户 为什么愿意追涨杀跌 这概念 其实大家都经常会说 什么叫追涨杀跌呢 就涨了 赶紧追 然后跌下来呢 就一刀砍掉 但很多时候你涨的时候 追上去可能已经到高位了 跌下来砍掉的时候 已经到低位了 对吧 追涨杀跌 就是我们的趋势分析 趋势投资的模式 那为什么会出现追涨杀跌呢 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追涨杀跌 是符合代表性偏差的 由于它涨了 形成一个信号 那我就认为它还会继续涨 这不是最简单的线性思维吗 我吃饱了 不饿 饿了就得吃 吃饱了就不饿 对吧 涨了它还能涨 这其实这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所谓的追涨杀跌 背后就是代表性偏差 导致的一个行为误区 因此散户投资者 愿意去做这个追涨杀跌 由此再推演一下 就是趋势投资会成为主流 趋势投资会成为主流 记住这句话 我们一直在日常节目当中 给您建议去做的价值投资者 其实并不是资本上的主流 原因呢 我们做价值投资的时候 其实是逆市场的 这个心态人性在做的 是很难受很痛苦的 趋势投资 是顺着你的人性和趋势来做的 所以很舒服很开心 虽然结果可能是错的 但这过程你会很爽 所以它是符合我们代表性偏差的 注意代表性偏差是符合人性的 对吧 那也正因此呢 这趋势投资呢 才会成为市场的主流 也就是追涨杀跌会成为市场主流 那也正因此就可以解释 这个为什么那么多散户投资者 都愿意去追涨杀跌 对吧 这是第二类的这个偏差 第三类偏差 就是我们回到各国投资当中也会有 就是如果我们懂一些基本面的分析 很多人会说 那我去买这个利润比较高的公司 利润回报比较好的公司 我去做投资 这总对了吧 我总不是代表性偏差的吧 但实际上如果去做一个深究的话 你就会发现 就跟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一样 隔壁老王开家公司赚钱了 人家就这赶上了 命好 那这家公司的利润好 到底原因是什么 怎么去看这个利润的背后的逻辑 这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的 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去研究的事情 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比如我的公司现在看见利润不好 那它值不值得投资呢 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互联网公司 像美国的亚马逊啊 我们中国的京东呀 长时间公司的利润都是亏损的 然后呢 为什么亏损呢 因为它不断的烧钱去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当它某一天决定不烧钱之后 利润马上就起来了 那请问当它在不断烧钱亏损的时候 请问这家公司有没有投资价值呢 那其实是有的 对吧 这是一类 第二类就是我们股票老大中经常会跟大家提的 就是周期类的品种 周期的品种最大特点就是 它的估值越低 利润越高的时候 是风险越大的时候 因为它是中期的 行情来了 这个业绩来了 把一样业绩上去 然后估值降得奔低 但你要知道 当它业绩最好的时候 往往是行情怎么样 这个整个行业最火的时候 后面马上就会往下掉了 周期品种恰恰 是利润越好的时候 你越不要投它 是风险最大的时候 您知道吗 那再比如第三个 就这家公司利润 确实去年很好 前年也很好 OK 马上问一个问题 那后面还能不能好呢 后年能不能好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需要您对这家公司 有深刻的研究 那大多数投资 其实做不到 这样的能力去研究 因此比较简单怎么样 就看它历史业区 做一个评判 由此导致怎么样 代表性偏差 在各股投资方面 简单的把数据 做一个推演 也会导致 您最终的投资的 一个很大的压力 好吧 这是第三大部分 第三大部分给它讲 就是由于代表性偏差存在 给我们投资 带来的巨大的风险 那讲了风险之后 按照我们课程的 一个基本逻辑 还要给您讲讲看 代表性偏差出现之后 我们怎么去应对它 其实从大的逻辑上来讲 在投资市场当中 去解决代表性偏差的 最基本的方法 是很清楚的 这个方法 你要记一下 叫做相信常识 相信常识 什么叫常识呢 我刚才讲了 一家公司的基金经理 去年业绩特别好 然后第二年业绩就不行 你买的之后 也就不行了 好 常识什么呢 您就去认真查一查 其实确实有数据的 之前一年业绩排名靠前 前十 前十五 前二十的 优秀的基金产品 到了第二年 大量的 大概率事件 它都不会排名靠前 甚至排名会往后走 道理和研究 我跟你讲的 它去年业绩好 可能真的是赶上了 那市场的风格 一年一年之间 会有个风格轮换 去年是它 第二年就不是它 所以它业绩会掉的 你做一个尝试 就会发现 去年业绩好的 往往第二年业绩是比较差的 那如果把它认为一个尝试的话 你反而不仅不会代表性偏差 还会怎么样呢 还会越是告诉你 去年好的公司 去年好的基金产品 你就越要抛弃它 这是一个尝试 对不对 那投资上还有什么尝试呢 比如我们跟你讲 公司股价 涨多的就会跌 跌多的就会涨 这是不是尝试呢 当然是了 对不对 公司 这个公司的价格低于价值之后 严重低于价格之后 您就去买入 一定长期能够赚钱 是不是也是尝试呢 对不对 这些常识 其实摆在面前之后 你就按照推演这种常识 所能够带来的投资逻辑 和思考方向会什么 比如简单例子 公司涨多就会跌 跌多就会涨 这不是废话吗 问题要难度问题是什么 你要解决掉 什么时候叫做涨多了 什么时候叫跌多了 你在把涨多了跟跌多了的标准 能够把它具体的量化 定成一个目标 然后根据公司的 或者指数的历史的表现情况 来判断 它到底算不算涨多了 到底算不算跌多了 如果你能够形成一个 一整套比较完整的一个评估体系 当然是体系建立成之后 我觉得并不难 但如果做了这样的体系之后 实际上就把这种常识 变成了你实际可以操作的方法 如果坚守这个基本常识 只有跌多了我才会买 达到高估的区域将来还可能会涨 但是我就要坚决的卖掉 把它作为一个纪律的话 那你就不会受到代表性偏差的影响 恰恰相反反而是什么 逆着这个整个市场的逻辑和思路在进行的 这是第一个我们讲的核心逻辑 第二核心逻辑 我觉得解决这个代表性偏差的方式跟方法 说白了 就是我们讲的 它真的要逆人性而动 这其实最难最难的 就比如说吧 这个大家都说 巴维特说别人恐惧我贪婪 别人贪婪我恐惧 那很多人说别人恐惧我贪婪 别人怎么着割肉怎么样 我破产还记得吧 还对的 如果别人恐惧的时候 您贪婪了 但如果您贪婪的位置比较高 您又没有足够的承受力 没有做好仓位管理的话 那跌下来之后您是极其崩溃的 这个难度也是很大 就比如这段时间 大家看到的中概公司 中概互联网的公司 持续不断的下跌 很多人心态都崩溃 盯着盘之后 都已经无语了 很多人说完全都乱了 这怎么样 就是说真正去做到的话 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需要认真地去克制住自己 内心深处的 所谓贪婪跟恐惧的意愿 代表性偏差 容易让我们产生 简单的从一到一的一个推论 由此迅速地去产生 产生所谓的行动 那回到架头角来讲 我们要避免这种从A到B的简单的推演 你要从A到B之间 做认真的思考和讨论 而不是轻易的去出手 换句话说 解决所谓的代表性偏差 在股市当中 实际上我们所谓 别人贪婪我恐惧 别人恐惧我贪婪 落到现实当中 一个壮的前提就怎么样 多思考 少操作 不到巴菲特讲 那个缓慢的 最适合的 那个激修区 你都不用去打这个球 他们打 美国人喜欢打棒球 都不要去激这个球 哪怕你觉得特别合适 都要耐心等 一直等到你真的真的 别人都极度恐惧的时候 再去贪了 这是不是也一个解决方法 就管住自己的手 那有没有方法 那当然有方法 比如说您那个股票交易的代码 对吧 不是您管 是您太太管 对吧 然后您太太 是一个特别厌恶风险 你特别告诉她 你说 如果没到隔壁老王豆 已经崩溃的时候 你不要让我去看股票 不要让我去买股票 但如果她已经崩溃了 或者我告诉你 她已经彻底崩溃了 咱们再开始把这股票交易账号 你再告诉我 再去买 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好吧 今天是关于这个代表性偏差的 相关内容解读 简单总结一下 把代表性偏差理解为一个 线性思维的困局的话 那我们有三个建议给到你 第一个 就是谨慎的对待 单一原因得出来的结论 尽量对一个事物的分析和评估 要多元化 多角度去做评估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 事物的发展是动态的 切记用简单的静态角度 去进行分析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要拿过去的经验 过去的历史 简单去做复制 第三个 不要把少部分组织的现象 运用到整体 除非你可以证明 这少部分的现象 是有它的价值的 所以就是 简单来说 再举个最清楚的 就盲着摸象 这种情况 你一定知道是错的 大多情况下 我们都是摸象的盲人 怎么去解决问题呢 站得远一点 看得更全局一点 慢一点下结论 这样的话 您成功的概率 才能够大幅度提高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课程内容 讲的是代表性偏差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 我和我的团队朋友们 都会及时给大家来 做相关的解答 下周为您带来课程 是关于过度自信 这个也是我们人性当中 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 也会给我们投资 带来很多的偏差和误区 我们下段课程 再见